大家好,我是東京走的橋,我是鮑勃 我是鮑勃 我們來到了下關市的唐戶魚市場 來吃這邊的市場食堂 Yoshi 首先我們來看看下關市的位置 下關市就位在日本本州與九州的交界處 而唐戶市場則是位在下關市的南邊 靠近賴戶內海的海港旁邊 下關是河豚的名產地 在1888年時,伊藤博文在下關吃了河豚之後 解除了持續兩百多年的淨豚令 而今天餐廳所在的唐戶市場 更是以便宜又大量的河豚聞名 這家店竟然在塔北勒庫有3.54的高品價 通常在不是大城市的地方 店家比較難拿到這麼高的品牌 所以真的是蠻難的 我點的這個是炸河豚 還有河豚生魚片的定食喔 那我們就先從河豚生魚片下手囉 現在的緊張程度多少 百分之百吧 我很怕這是東橋最後一期 不會不會 因為東友是有執照的人 就是舉火了 所以絕對沒問題 它這個河豚生魚片啊 口感跟我吃過的所有生魚片都不太一樣 它是有點Q然後肉質非常的紮實 平常吃到的生魚片可能都是一入口 然後脂肪的比例比較重 這是比較偏瘦肉的感覺 那我來吃一下這個白盤 有點像兒童餐的炸河豚 金黃酥脆的吃看吧 這個肉質真的超鮮美的好嫩啊 熟的吃起來比較嫩 我覺得河豚肉吃起來沒有想像中神奇 因為脂肪含量少 沒有鮪魚那種入口驚豔的感覺 不過以前的人冒著被毒死的危險也要吃它 沒吃過的朋友還是可以來嘗嘗看喔 這個地方可以邊吃新鮮的河豚 邊看魚市場的運作喔 我是文 我幫我 好 下次見 掰掰